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下这道经典的最长上升子序列教题 它说给定一个没有排序过的整数数组 要找到这其中最长上升子序列的长度 首先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最长上升子序列 二,五,三,它就不是上升的 因为五比这个二要大 但是二,三,七就是上升的 也就是说后面一个数一定要比前面的所有数都要大 那这题怎么做呢 让我们来想一想 假设说你拥有的array是截止到这里的 你算它的最长上升子序列 这个时候你又加了一个18 那你是不是可以利用之前求得的最长上升子序列 来得到新的这个数组的最长上升子序列 也就是说你要记录下来 截止到每一个数的最长上升子序列的长度 当你处理就是新加一个数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之前计算的结果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比如说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数组是截止到这里的 那么我肯定遍离过之前所有的数组 比如说截止到7这里最长上升子序列已经计算完了 大概就是二三七十三 那你现在加了一个18 因为这个18比这个7要小 所以你就可以基于18的值再加给1 就得到新的这个数组的最长上升子序列 所以这道题的一个经典的解法就是用动态规划 因为你在便利这个数组的时候 会存下当前最长上升子序列 并且在后来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想一想怎样用动态规划 也就是一开始一个外部循环 从第一个数开始 再接着 我们在有个内部循环 是从第一位截止到当前位 然后如果这一位呢 比我们截止的那一位要小 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截止到 他这里的最长上升子序列加1 然后每次更新全局的最长上升子序列就好了 好让我们先写这个第一个解法 首先n是等于number star length 然后这个dpd的意义就代表着是 截止到某一个index处的最长上升子序列的长度 所以就是n 然后我们还需要个全局的max length 就得于0 好然后便利这个数字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lens就是它至少是1 因为它自己一个数也算一个上升子序列嘛 所以就是1 然后还需要便利就是之前的就是j从0开始 j小于i j加加 也就是说如果numbers j 它之前这个数比我们最就是ending的这个i要小 我们会知道这个i是不是这个lens就应该是等于maxmaxlens 或是dpj加1就是截止到j这里的数再加1 是它新的长度 这时候我们得到了截止到i这里最长的长度 所以dpi这个应该是等于这个lens 然后每次update这个maxlens 虽然可以有maxmax但是如果用移服的话会快一点 就是如果dpi要大于maxlens 分析maxlens等于dpi最后返回maxlens就好 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好的那现在再让我们看第二种解法用二分搜索 为什么可以用二分搜索 是因为这道题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 我们可以尝试去生成一个上升的子序列 也是同样也是截止到这个数的我们生成的上升子序列 距离来说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用一个新的数组 我们也叫dpi 也就是这个是我们生成的最长上升的子序列 一开始这个10呢我们就一个10 后来是9 由于9它就是比这个10要大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开始这个数给更新成9 所以现在我们最长上升子序列就是9 然后接下来是2 2仍然比9小 所以我们直接把第一开始这个数给update成这个2 所以目前的最长上升子序列仍然是2 仍然是长度是1 现在是2 然后是5 5比2要大 所以就可以就是append在我们当前的最长上升子序列的后面 并且这个时候我们最长上升子序列长度就变成2了 接着到这个3 3它比5要小 所以我们就更新这个3 就更新这个第二个数变成3 所以现在我们的最长上升子序列就是2 3 然后到7 可以直接放到后面 所以现在长度变成3 101也是加在后面 而这个18 我们就把这个更新成18 所以这个算法的核心就是 对于每一个新来的树 我们看它在我们最长上升子序列中的哪个部分 然后把对应的部分给加入 就是更新 因为要找它在我们目前生成的这个最长上升子序列当中 它只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放在最前面 还有一种是放在中间 还有一种放在最后 只有放在最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长度才会加加 因为也就是说它跟之前的 AOS组成了一个新的AOS 如果说是放在中间 我们就把对应的这个值给更新 因为只有它取一个更小的 后面才有可能生成更长的 如果说是开始也是一样的 其实放在最开始跟中间是一个道理的 我放在最前面 就是把第0位的数给更新一下而已 所以这个算法是这样子的 便利这个数组一次 对于每个数去尝试 看它可以放在我们这个AOS当中的哪个部分 那么这里是用 就是判断一个数在一个范围内 是不是出现过 使用的二分搜索 所以说它总体的时间复杂度 应该是n log n 好 让我们来写这么一个题目 让我写一下这个算法 一开始这个lens的话就是0 好 然后对于n numbers当中的每一个number 我们用二分搜索 看它应该在什么地方 可以自己手写 当然它有这个connection里有这个算法 就是binary search 然后是在number 不是在n numbers 是在我们dp当中 它的范围是0到这个lens 我们要找的这个数是number 好 它这个index返回的是应该插入的地方 就是它实际上反而是index减1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然后所以对于如果它小语令 如果这个index小语令 我们要取到它的一个证数的情况 小语令就代表它没有出现过 就这个数没有出现过 然后我们要取得它应该放的地方 所以就应该是index等于 好好index加1是吧 取负号加1 就是应该的position是等于这个 然后就position取负号 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就是position减1 然后取它的负号 好 是这样一 现在这个是证数了 那如果这个index等于position 对于这个lens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数它应该插入的地方 在最后 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个lens要加加 但如果说它是在中间的话 就直接把dp index给更新成当前这个数 或者说如果是0的话 也是一样把它更新成这个数 这在index等于lens时候 代表这个数变多了 所以lens要加加 然后最后返回这个lens就好了 好的 谢谢收看 那我下集结识 这次呢 我们下集结识 我们下集结识 我们下集结识